大众系列 EA3-888 只要保养或者检测时候 发现这个故障码 机油压力调节阀电器故障 静态 而且无法删除 一定要把这个传感器更换了 不然你的发动机可能出大问题 就是这个在有底壳上面的 机油压力调节阀 N428 它的作用是调节机油泵压力高低压切换 工作原理是 发动机在怠速或者小负荷状态下 机油压力调节阀一直处于接通状态 机油泵这时候是低压 当油门踩到3500转时 发动机进入高负荷状态 调节阀N428就会控制切断 切断以后 机油泵就以高压状态运行 调节阀坏了 机油泵就是在怠速时 也是高压运转 长期高压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线数黑笔接搭铁 同笔接传感器线数 这根线数2.55V不正常 是发动机电脑板控制线 接另一根线是11.96V调节阀供电 线数检测正常 松开螺栓 取下机油压力调节阀N428 通过测量调节阀电阻 也可以判断调节阀好坏 万用表调到电阻档位 检查新的机油压力调节阀电阻 正常电阻应该在20到30欧左右 检查是22欧 是正常的 接着检查坏的调节阀 检查结果是3.3M欧 说明这个确实坏了 安装新的机油压力调节阀 再次刷新电脑故障 变成偶发 删除故障码 交车